我們今天講好是談綠葉對不對 對 然後他扮演給我花 對 因為我是花對不對 對 小紅花 所以你是主角 沒有… 因為花就是主角啊 所以我跟康文哥才是綠葉 周欣妳有兵器在那邊 妳可以幫我們下手 我是小紅花 妳們兩個是大紅花 我正在沉上 妳跟妳說 妳跟妳說 妳一直撈我 妳好可憐喔 我是葉子 見我一下 妳如果是葉子那 旁邊沒有黃黃的 那是什麼 而且… 而且妳脫什麼 太紅啊妳 妳脫什麼… 太紅 妳為什麼… 不是因為道具組 找錯衣服了啦 可是他真的很可憐耶 因為今天神敗的時候啊 在錄之前我還沒… 我還沒來的時候 他就已經穿好這個花的衣 所以其實我們裝都還沒化好 我跟你講他真的很會陷害人耶 因為他一直在 你們來賓面前裝可憐 就譬如說11點錄影 他可能早上8點 就來穿好這套衣服 對… 有… 然後… 然後全中天… 全中天的人看到都會說 陳翰臉好辛苦… 想好多對不對 而且我要… 我要照顧一件事情 它真的有害到你們 像前兩天我看那個播出的時候 你們不是有畫那個 有顏色的乳液在這邊嗎 我替他好生氣 我差一點要上網罵你們耶 真的喔 妳看… 妳… 妳真的好心愛 我打死她 所以我要在那個全民最大黨裡面 把台資源跟阿KEN的那個 國台辦的單元擠掉 有 真的假的 擠掉了 等於說你現在有一... 為什麼 然後他現在 他擠掉那個單元之後 他的新單元 他的對白比 憑什麼 所以你說郭哥變 沒有… 沒有… 我之前 大哥的角色等於是我以前 在國台辦裡面 就是配的 等於是真正的綠葉 然後他是擠掉台歌 那個單元是為他而開的 你現在就紅花而秤你耶 你現在紅花嘛 郭哥變成綠葉了對不對 那個單元是 大概50… 你好紅喔 你不要在我們這邊委屈了吧 對啊 你是大哥 但是我在這邊真的 過得滿開心的 你是大哥了 陳翰臉 我沒有在我 那個霹氣都要為你罵我們了 對啊 對啊 他要上網罵我們 我覺得你在這邊好可憐喔 你不要再這樣 真的 我今天在其中啊 我今天在其中 你知道花朵盛開的時候 其實花瓣都是朝上的 對 接住的 所以你一整集就盛開嗎 但是我看到太陽了 看到太陽了 太陽在這裡 我要看你憤怒的名嘴 是什麼樣子 要想到日本人 你沒有名嘴啊 所謂的名嘴是要這樣 你剛剛只是壓了一下嘴唇而已 阿天給一個憤怒的名嘴 來 3 2 1 走 那你要給我前面一句 好 莫娜呢 莫娜呢 她是燈鍋的人 她是燈鍋的 燈鍋的人 她是燈鍋的 不是 沒有 你可以打給陳漢妮 我來陳漢妮 我來陳漢妮 到底在演什麼東西啊 氣死了 陳漢妮 你這樣很像我媽媽 你怎麼可以打前輩 在我們節目仗著我們兩個保護你 你怎麼打前輩 他太亂搞了 亂演了 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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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趁你轉接著我訪問陳漢妮 你一件事好了 對 你認為阿坑跟納豆 那是開玩笑的 玩笑話 他們私底下感情很好啊 那 就是鬥嘴啦 那他可以恨你是真的嗎 當然 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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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精神的動作喔 真的 舞台軍演員好厲害喔 好感人喔 問一下在場的意見好了 鍾慶妮 你覺得 漢典的家長會很恨我和S嗎 應該會吧 其實像我們譬如說 比較在電視圈工作 就知道你們其實在幫他做效果 而且其實你們這樣子幫他 因為他真的現在很夯 可是其實媽媽看到自己小孩被打 多多少少還是會有一點點捨不得 美少妮也覺得是這樣對不對 我覺得是很乾 但是他會很謝謝你們兩位 對 可是還是會心疼對不對 對 真的還是會很乾 所以你說他的爸媽可能一邊看康熙 一邊是落淚的事情 有可能 一邊笑一邊哭 像別的觀眾都在笑 只有他們家裡也在受苦耶 這樣我們不要再折磨人家家人 快點你回去孝順父母吧你 媽媽 不要考了 我怎麼這樣子偷勝 注意的啦 那效果啦 我跟你講這種財產 你這樣子又在陷害他們 這種財產 這種就是變成他又自己又加分 我跟妳講 他怎麼會害我們兩個 他就是說你看這都是效果 他跟納豆同一掛他 他就是雙面人啊 對 我跟你講他紅了之後把他女朋友甩掉 陳媽媽你知道這件事嗎 你的兒子是傅興漢 不要管他 我說拍你通告 結果沒有人通知你已經取消的嗎 有啊 也有啊 是戲劇還是綜藝節目 應該是像是演短劇的節目 綜藝節目啦 但是它裡面的小短劇 可能要我們去演這樣 是非常剛出道的時候 對... 然後是就是講好幾點 講好大概早上大概六七點 七八點的時候 就滿早的通告 然後我就在那邊等 等了大概四五十分鐘 然後就都沒有人 我就只好打電話去問那個製作人 對 就製作人在睡覺 他在睡覺 然後說啊 那個 這已經cancel掉啊 沒有人跟你講嘛這樣 因為你還被路邊的阿伯罵不是嗎 就規劇你不要再欺負納豆 對... 就是以前大家剛出來的時候都會說 阿堅啊 我在哪裡看到你什麼表演 滿好玩的這樣 要加油這樣 就慢慢...到最後就是阿伯啊 阿桑啊 看到我就會說 你不要再去那個納豆好不好 人家...誰都那些 那些古水 你一直幫我打 而且今天自己幾播了以後 大家會叫他不要再欺負漢典 對啊 然後最重要是 就是像剛剛漢典那樣做的一樣 就會說他就會會... 那個納豆還會跳出來幫我講話 就說 阿桑不要這樣啦 那都節目效果 那價的啦 然後阿桑就更生氣 你看 你看人納豆人多好 人多壞 他還聽你說話耶 你好可憐喔 所以你現在應該求納... 就求漢典打你對不對 就是... 不是 我剛才打一下 就被大家罵成這樣了 我還敢再打嗎 你現在是... 你現在陷害大家嗎 你現在陷害大家嗎 陷害你身部好深喔 不是 那要不然我要怎麼回應 你就說 對 他都一直欺負我 他都一直打我 不能...對不對 阿桑你是真的被氣到 要離開那個節目 沒有啦... 只是就是因為就是 可能還有其他的事情 可以試試看這樣 你要拍戲是不是 對啊 拍戲啊 對啊 你要做一些那個漢典做不到的事 不會 我現在像覺得 其實我看了就是譬如說 演藝圈的話 假如在主持這一塊的話 要嘛就是像譬如說 康永哥跟小S姐這樣 不然的話就是要漢典這種 哪一組 就是你方向的話要... 剛剛我在跟他聊啊 我說你以後要不要就是 是不是有沒有什麼大的目標 結果我就說譬如說 超越康永哥啊 或是小S姐啊 他說 只是... 阿桑 你要聽我 你反應好好喔 先跪下... 先跪下 阿桑告訴我們 他說什麼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沒有... 沒有... 他們不是... 不是... 不是... 我說我是什麼痛 你說我是什麼痛 而且我沒有辦法 把他那樣的程度 你說我是什麼痛 你講 是很棒的 那你呢 有質感 有質感 快點講 有質感的看 有質感啊 有智慧 你不是耶 不是 你清高...對不對 他有拿金鐘獎對不對 我跟你講他說 我說康永哥有拿過金鐘獎 你不想超越 你難道覺得這不好嗎 他說什麼 他就說 這一劇我跟妳講過 這是什麼這一劇 沒有啊 真的沒有這一劇 真的沒有這一劇 他就編了好不好 他就編了好東西 我沒有聊到這邊去 我沒有聊到這邊去 太多了 對 沒有啦 幫妳出一口氣 好邪惡 他說他真正想要 想要走的是 比康永哥 跟小孩子姐 都還要更高一階層的 不要 不要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講 不要這樣講 你自己講 你有沒有講 你有沒有講羅志祥三個字 有 有啊 對啊 他挺羅志祥 他是說羅志祥 是我的目標啦 你聽羅志祥幹什麼 然後他說我們兩個 還比羅志祥差很多嗎 不是 他說他要走羅志祥 他才不要走 他已經扭曲了 他扭曲了 那你去羅志祥的節目當花 你在那邊幹什麼 他真的扭曲了 不是 他寫我們兩個沒有全方位 沒有啊 我們把你 他說 他說 羅志祥舞王耶 康永哥他會跳舞嗎 他會跳舞嗎 他會跳舞嗎 我們是 錦琴聽 南海 我叫趙哥是不打女生 可是女生可以打趙哥 我覺得好老喔 好老喔 其實你要發明的你 好老派喔 其實是你老 為什麼 因為喜歡我們都是年輕人 真的嗎 真的… 好比說你們兩位 也有很多年輕的粉絲喜歡你們 是 對不對 這道理一樣 只是說我們的年齡層 跟我們的一些國家 所以我為什麼會講說 全球華麗地區 很多國家的人 非常多 我問你一下 你有法國的粉絲嗎 有 每家一代很多 你有辦過簽唱會嗎 我們不需要簽唱會就紅 你還要有簽唱會才會紅 我紅了十幾二十年耶 你呢 沒有啦 趙哥…他沒有制服 對 妳有制服嗎 我有入髮 好啊 他不是要再炒 他為你們做假髮 氣死了 我記得我剛上康熙的時候 你上康熙的時候 對不起 國光 國光幫忙 國光幫忙的時候 他看到我 就妝沒看到 他就沒什麼來理我 後來慢慢 國光收視率 反而是我在 在扛收視保證的時候 他看到我 你笑什麼 那不然你坐來... 你坐來這邊... 能夠坐在這邊 如果壓力多大你知道 我就是因為這樣才喝酒的 是... 是不是 你看...你扛收視保證 然後他就開始看到我 在那個化妝間 只要我們發同一集 然後他就來 趙哥什麼... 奇怪 還主動要跟我要MA10N 就說 你之前的MA10N我都有 你怎麼不給我什麼的 我打死就是不給他 你在記仇嗎 我是個滿容易記仇的人 可是他搞不好 一開始真的不認識你啊 我上了多少次還不認識 你那個冷笑 你那個冷笑是跟誰學的啊 會不會 真的... 趕快一點保護我... 趕快一點 你走開不然我會打你喔 趕快一點保護我... 趕快一點... 沒事...握個手... 他要給你握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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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給你握個手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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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握到你手 趕快過來 大大勢 他要攻擊我... 他要攻擊我 不會啦 趙哥怎麼會攻擊你 不會... 來 坐... 我的氣已經到這邊了 再上來的話我會...不知道 基本上綜藝節目我不喜歡說 所以昨天那個... 康熙的那個工作人員 要跟我對稿 我第一句話問他 我可以不要蕊稿嗎 所以我剛剛一進棚來 我剛剛就在稱讚兩位 完全沒有大字報 而且你們居然把 我昨天跟他講的事情 居然可以一項一項的 很有條理的講出來 所以我非常佩服兩位 你講什麼 沒有 真的 我現在 我現在很懷疑 你聽得懂人話 我現在真的很懷疑 我就跟你講回去歇分 我還是真的忘了耶 枉費那句稱讚的音 好像偉忠哥的什麼是不是 沒關係 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 全部剪掉 但是我真的沒來 我們會不會 很懷疑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